日本海上自外的首次公开派出潜艇赴南海演练的消息,对于近来迅速改善的中日关系,无异于一次地外冲击,潜艇相关信息往往属于各国的核心军事机密,因此对日本之举也已保持关注。 8月26日,日本派出各三艘军舰在内的舰队前往南海、印度洋地区进行访问和军事演练演习等活动,包括转航母加赫号、驱逐舰沙丁号和梁月号,该出访编队离开日本后,长期在南海和印度洋一带访问活动,并先后与美国和菲律宾海军进行联合演习。 8月27日,日本黑潮号潜艇秘密离开广岛县污基地,经由东海、春月泰安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后进入南海。 当时,方卫胜对其动作喊逆而不宣,该潜艇在南海地区与海上自卫的水面舰艇部队汇合后,于9月13日在南海海域进行了反潜战演习,并在军后得到日本政府公开承认。 听靠在港口的黑潮号潜艇,日本政府人士特意强调,演习地域属于南海当中的公海,是遵照国际法航行自由原则,实施的正当活动。 对此,中国外交部回应,当前南海形势趋稳向豪,中方敦促有关于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,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努力,务必慎重行事,不要做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。 2017年夏季,日本派出出云号直升旗航母和连号驱逐渐前往南海,印度洋地区进行访问和军事演练演习,第一次打破了日本军警二战后卫到南海地区举行军事演练的记录,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,自2012年在中飞关于黄岩岛争端期间,派军舰去菲律币访问之后的又一次突破, 去年的这次突破带有尝试的性质,既高调,让南海国家都看到日本军舰来此的威慑和牵制作用,同时又低调,因为只有两艘舰支,今年的情况又有所不同,一开始就派了三艘军舰,明显比去年有了一点点的升级,接着又秘密派遣了潜艇,中途加入三艘军舰的演习训练,又做了新的突破,而演练的科目, 即在南海举行反潜演习,可该有明显的针对性,因为中国的潜艇群数量庞大,种类型号众多,日本海上自卫的最担心的中国海质力量,就是中国的潜艇部队, 很明显,在南海举行这样的演习,针对目标一目了然,日本辞举令不少国人感到不解,在改善中日关系的进程当中,日本为什么还要搞这样的举措,甚至比去年还要升级呢? 其实,如果了解日本的政治心态,民族性和外交模式,日本的这种政策不难理解,安北的两种真心是以牵制中国,恶制中国,是21世纪日本政界主流心赵布宣的共识, 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,与军事力量的增长,日本内心的不安与恐惧是明显的,因此,把矛盾的焦点,军事力量的重心,引到离日本较远的南海地区,有助于分散中国的力量, 反,解日本在东海地区的压力,而南海的局势一旦不稳,深处地区终端中的国家,也会更看重日本的政治军事能力,进而为日本的国家正常化, 之路,塑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,所以,这应该属于日本既定的安全和军事战略,也是日本整体政治战略外交战略的一部分。 当然,若说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南海演练,就是百分之百的针对中国,也并不客观,日本的能源供应,尤其是石油的来源,主要依赖于波斯湾地区,日本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, 大约占其进口总量的85%左右,因此,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支,在这一带的航路进行演练,也可以解读未知百口和百海盗,维护日本能源航路的安全。 但是,您刚看到这的确不是日本最重要的考虑,但前眼任科目一向就足以说明,针对中国的因素,才是日本更主要的长远考虑。 海盗,恐怖分子,固然是这一航路的安全威胁,但他们毕竟难以掀起大的风浪,若纯粹为了打击或者防御海盗,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。 但是,日本之所以选择在中越关系缓和,那时机派舰队到南海活动,应该是有深刻的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。 一方面,日本要大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,是安倍政府真心实意的考量。 当然,这种考量的基点是推进日本国家的利益,日本同样受到美国的经济打压。 在钢铁和绿产品方面,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客气,得对日本加征观。 是,特朗普最近还扬眼,外界不要以为,他忘记了日本对美国拒欧的贸易顺差,他现在只是还没有时间来处理与日本分贸易问题。 言外之意,一旦实际成熟,特朗普将把主要精力转向针对日本,尤其是要解决日本的汽车政策,汽车零部件,对美国的大宗出口问题。 美国的这种表态不可能让日本的领导层无动于衷,在这种情况下,坚持同中国改善关系,加深扩大同中国经济的合作层面,有利于日本在遭到美国更大力度制裁的情况下,借助中国市场的力量减少,来自于美国的伤害。 因此,安倍已经表示,不能够因为同特朗普个人的友谊,而放弃对中国关系的改善,也就是说,尽管会遭受来自美国的压力,安倍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政策也坚定不移。 所以,从这个视角而言,安倍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,是真心实意,那为什么又要派尔军舰登南海去给中国监督呢? 安倍政府同样有另外的一种视角,那就是在目前亚太大国关系格局下,中国在一定程度上,也希望缓和同日本的关系,并借助日本的资金与技术,争取来部的助力和市场。 因此,即便日本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有所加强,减之数量有所增长,也不会从根本上牛着两国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。 可以说,安倍政府加强在南海地区军事存在的举措,是指上带有很大的政治投机性,这也是日本见凤插针到外交手段精髓之所在。 步步为营,见凤插针在日本的民族性当中,又步步为营,坚决巩固已有成果,然后再小步子推进的习性。 这种习性也不可避免,的反应在日本的对外行为中,2017年夏季,出云号和联号两艘军舰,到南海的巡航与演练,已经取得了突破。 尽管遭到了中国媒体的警惕和批判,再在国际上没有出现太大的不良好果。 这对日本而言是一个好的开端,而今年再开舰队,还在去年的基础上有所增派。 就属于小步子推进的习性,日本和俄罗斯围绕北方四岛,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,数十年来的争端更真切地反映了这种职质与脚侠。 像安倍这样的高级领导人,在同普京等俄方领导人的会晤当中,几乎一次不落地提及领土问题,这种施之以恒的精神,在其他外交场合是相当少见的。 而且,在1956年的苏日宣言当中,苏联方面曾经有条件答应归还北方四岛当中的两个小岛,但几十年来,日本在坚持所有两岛的情况下,也绝不放弃对另外两个大岛的索取。 虽然日本政界高层很可能明了,在当天的国际环境下,要回国后和摘桌两个大岛几乎是不可能的,但他们还一直坚持到全部归还的政策和态度,不肯轻易让步。 同样,日本在和朝鲜交涉,绑架人质的过程当中,一而在再而三的发挥表定金山不放松的作风。 尽管从小全时代开,使就被朝鲜一口回绝,但一直到现在,日本政府从未放弃,而且不断制造各种舆论,给朝鲜施加各种压力。 这些实力体现了日本民族的任性甚至固执,即不会因外交关系一时的改善,而放弃既定的诉求。 当然,这也和日本国内的制约机制相互关联,如果安倍这样的领导人,在领土或者是绑架人质问题,尚轻易做出让步,反对岛首先就不会答应,国会的制约也难以过关。 其次,执政党内的制约也非常明显,甚至可能直接把本党当权领导人赶下台,最后,媒体舆论可能将出现一片撒伐的局面,民众的呼声也将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反馈。 因此,日本国内的这些诸多制约机制,使哪怕像安倍等这样的政府最高领导人,在重大的问题上,也难以拥有太多的回旋余地,只能是坚守阵地,或者是在坚守的基础上有所出击,但绝不轻易后退,后退或者走出让步,就意味着败北,甚至可能意味着个人政治生涯的结束。 搞不好,反正党的选票也将大幅度缩水,所以,日本的政治家一般,不会冒冒险退缩,其体现在外交层面,就是步步为营,保住已有,见缝插针,争取新的斩获,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,博导,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。